大家好,我是小赛 青椒炒鸡蛋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吃 那么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我就把我姥姥教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像我这样做出来的青椒炒鸡蛋鲜香好吃 下酒又下饭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去做的吧 首先准备三个新鲜的鸡蛋 然后将鸡蛋打入碗中 再用筷子将鸡蛋充分的搅拌均匀 将鸡蛋搅拌至用筷子一挑撩不起来 就可以了 接着将清洗干净的青椒放到案板上 然后用刀将青椒切成斜片 将青椒切好之后再次改刀 将青椒切碎 将青椒切好之后再次改刀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四粒大蒜 将大蒜用刀拍碎 拍摄之后再将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碗里面加入一把豆豉 接下来将锅烧热 接下来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油了之后倒入鸡蛋液 鸡蛋下锅后先不要去搅拌它 让鸡蛋慢慢的煎至冰形 用锅厂轻轻的推动一下 让鸡蛋炒至凝固 鸡蛋炒至凝固之后 再用锅厂将鸡蛋长成大块 长成大块之后 再用锅厂将大块长成小块 将鸡蛋炒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把炒好的鸡蛋倒入肉勺里面 放一盘备用 接着往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了之后下入豆豉大蒜 再快速的翻炒将它们炒香 炒香之后再倒入青椒 在快速的翻炒将青椒炒至断生 炒至断生之后我们来调个味 往锅中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少许的生抽 再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调料化开 然后把炒好的鸡蛋放入锅中 再快速的翻炒均匀 将鸡蛋炒至入味 让鸡蛋和青椒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这里翻炒的时间不要过长 大概翻炒五六七八下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将鸡蛋炒成像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青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像我这样做出来的青椒炒鸡蛋 鲜香入味 好吃又下饭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你一看就会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猩猩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评论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